2016年6月22号,百哥时事文林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来看光明日报的评论,题为,是谁杀死X-Men? 光明日报法本女帮专单作者周本信,把简称LBGT的跨性别团体, 比喻成电影中先为人知的少数群体X-Men。 他们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必须活在多数所谓正常人的异样眼光下。 他们被误解、被薄销和被伤害,偏见和成见从古到今都从出一转。 作者抨击,美国奥兰多同志酒吧枪杀案已不是新鲜的课题, 这证明了像美国这么开放的国家仍然对跨性别团体存有误解和不认同, 更何况是马来西亚。 早前我国一名变形人在美国领奖,在我国宗将斯看来却是莫大耻辱。 作者认为,我们不是上帝,千万不要借上帝的姿态去评断或伤害跨性的团体, 这样反而会把他们推入深渊,永远都不能搭起谅解的桥梁。 这并非是非对作的问题,有时除了黑白也有黄色地带。 接着来看新周日报的评论,题为大马怪异现象。 一只雷历不明驼鸟急速奔跑,再有巨马奔驰。 新周日报专栏作者陈宝兴认为,这些花边新闻一笑置之即可, 而其他更离经叛道的是,任人画点虚鱼,则需反攻自行。 就如四名人质被绑架的赎金贺提, 何一位演成了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民的经典电影《罗生门》, 情节扑朔迷离,还掉了胃口。 家属、政府和警方对赎金的去向各持一词, 甚至越描越黑,终让人见识政府和警方薄如产业的公信力。 原本说,有警方将1200万令吉交易给菲律宾的合法组织充当活动基金。 湖南传菲律宾报称报道,阿布沙耶夫只收到880万令吉赎金。 那么,还有320万令吉去了哪里? 全国总警长考虑这回说,警方知道,但不会再查。 这句话给民众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他们前言不对后语,一贯把人民当傻子, 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作者嘲讽,这才是荒诞怪异的现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